大家好,我是润土的小迷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女孩从小体质虚弱 但是一到海里游泳就会变成美人鱼的故事 故事开始,一个美人鱼救了帅气的王子 勾携的是,王子以为救她的是另一位美女 就这样,美人鱼的王子被别人抢走了 美人鱼伤心至极,将心脏流在了陆地上 很多年过去了,男主角阿强登场了 阿强是一个帅气迷人的小伙 他带着自己的小侄女小漂亮一起在生活 但是小漂亮从小就身体不好,随时可能晕倒 阿强看着小漂亮很失心疼,就想办法要治好她 而小漂亮却突发奇想,感觉自己拥有美人鱼血脉 阿强四处打听,得知马戏团的魔术师 拥有了一种神秘药水,可以包治百病 于是阿强就带着小漂亮出发了 两人来到了马戏团,小漂亮没有着急去找魔术师 反而先去找了一个女巫算命 女巫给小漂亮掐指一算,不得了了呀 她说小漂亮是美人鱼,拥有最为强大的海洋之心 女巫告诫阿强一定要保护好小漂亮 但是阿强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阿强带着小漂亮一起去看魔术师的表演 结果魔术师表演的节目正是大变美人鱼 小漂亮自然是兴奋的不行 更加笃定自己就是美人鱼 而阿强却懵了,果然是世界之大,无稀不有呀 等两人看完了表演,却发现药水卖完了 无奈的两人只能回到住处 第二天,昨天表演的美人鱼找到了他们 但是没说几句话,美人鱼就走了 原来魔术师掌控着美人鱼的心脏 美人鱼只能任由他摆布 这一下引起了阿强的好奇心 决定去探个究竟 结果还真的让阿强发现了秘密 魔术师把美人鱼的心脏藏在了钢琴里 此时阿强听到了美人鱼的歌声 人美声甜气质佳 阿强瞬间就被美人鱼给迷入了 阿强真的想和美人鱼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但是魔术师发现了阿强 并立马将他轰了出去 晚上阿强带着小漂亮到邮轮上玩耍 谁料又遇到了美人鱼 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两人一见面开心得不得了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突然美人鱼一头扎进水里 着了迷的阿强也跟着过了去 两人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美人鱼告诉阿强 魔术师在利用心脏控制自己 阿强听了很是气愤 表示一定会帮助美人鱼 然后阿强回到了旅馆 发现小漂亮被魔术师抓走了 着急的阿强立马找到了女巫 经过一番波折 两人一起去马戏团救出了美人鱼和小漂亮 还顺利的拿到了美人鱼的心脏 女巫使用法力定住了魔术师等人 然后带领大家坐火车逃跑 没过多久 魔术师率先醒了过来 发现美人鱼不见了 立马追赶阿强等人 魔术师法力强悍 一招就定住了火车 女巫法力不敌魔术师 被隔空掐住了脖子 眼看就要完蛋 这时小漂亮想起自己拥有海洋之心 于是就将能量传递给了女巫 女巫用法力控制住了魔术师 接着阿强一个箭步上去 把魔术师推向了深渊 美人鱼体力不支 阿强抱着他 回到了海里 果然美人鱼瞬间就恢复了能量 美人鱼告诉阿强 深水拥有神奇魔力 只要让小漂亮在海里游泳 身体就不会虚弱 还可以变成美人鱼 最后美人鱼和阿强深情一吻 回到了大海里 若干年后 小漂亮变成了老奶奶 给孙女们讲述着这个美人鱼的故事 接着老奶奶就跳入到了海里 变成了美人鱼 自由自在的游泳 只留下两个孙女目瞪口呆 给逐步 太阳 短天消算了 clergy